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在1997年内想之前 我们一家要移民去加拿大 那我就用心地想 是时候 要把我家的采访生涯记录下来 我还有一个两天 我来自实经没有认识 认识一个退休人 我家三代都是做采访的人 我在街坊之后 我爸爸就在香港发展 我时常看着衣服 我就在那里思考 怎样可以这些位置做好些 早二十年那样 没办法了 刚刚那时请回酒店 要收回工厂 但是这些东西是一双手地做的 但是你会靠一双手 做不到什么 怎样继续走下去呢 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一双手的 都还要购买 而且他们不得在外面 也识到其中 如果你还能站过